大家好 我是Ray Ma 今天又是跟大家評測新的耳機 應不應該說它是耳機呢 因為它這次的產品全新定義了大家聽歌的體驗和感受 它是Aftershox全新推出的Aeropex耳機 用到骨頭的傳導讓大家聽歌 同時確保大家的耳朵不受阻擋 聽完所有的環境聲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大家出街的時間安全 聽完所有的聲音和對方聊天都沒問題 最重要的是大家可能做運動 踩單車 行山或各種類型的運動都可以 聽到外面的聲音就不需要擔心 首先跟大家來個簡單開箱 Aeropex 今次非常漂亮的包裝 突出運動的圖片 Aftershox的產品 裡面又是Be Open 強調戶外活動 外出聽到環境聲的效果 它的相片很漂亮 再打開就是耳機本身 有充電線一條 充電線第二條 也有一個攜帶的包 有磁力吸附的蓋子 以及說明書 裡面也有這裡說回 就是當大家的充電接口位 濕了水的時候 它會有藍燈著 以及不會充電 另外就是有Raranty Card 一年的產品保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它港幣售價1399 如果大家去到下面的連結 以及用FreshAndroid專用的 Coupon Code 大家可以有100元港幣的優惠 開完箱 跟大家看看今次 Aftershox的Aeropex的外觀設計 它是世界上最輕的 只有1oz 26g 重量的 最輕的骨全度耳機 而今次骨全度耳機 全程都用到鐵金屬物料製造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 柔軟度非常好 任何頭型都可以緊貼 都可以使用 同時它有很好的回彈力 又回來了 亦都擁有IP67的防塵防水設計 所以無論大家做運動或外面下大雨 IP67都不需要太擔心 另外這次可以看到它的外觀設計上 變得比起之前Aftershox的其他產品 更加輕巧細緻 所以戴上耳朵的時候 戴上頸也不會有太過外眼的情況 而至於其他硬件配置方面 今次支援到8小時的Battery Life 是給聽歌或對話 10天的Standby Time 可以10天都可以Standby在藍牙連線 另外也有Bluetooth 5.0的連線 支援AAC和Aptics的連線 無論大家用iPhone還是Android手機 都可以達到看片對嘴 不會脫嘴的情況 很低現時 以及高清的藍牙傳送Codec 另外支援Premium Pitch 2.0 Plus 可以有更加廣闊的動態範圍 以及立體聲效果 也更加大聲 以及今次全新的設計 也可以減少它的震動 大家聽的時候耳朵相對沒有那麼癢 以及更加好的聲音質質 尤其是它的低音 更加讓大家聽到 Open Fit的設計 也不會有任何聽證效果 或者是左隔 就算帶著全天都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也都是大家聽到外面的聲音 比較安全 另外今次全新的設計也減少了漏音情況 等下會跟大家測試 講到漏音 它通話上也有兩個降噪收音咪 可以有效減少大家的背景雜音 進行更好的通話 另外也有Audrey Sacks的語音通話 可以讓大家知道它的音量 pairing 或者其他的操作指示 而最後透過這次磁力吸附的充電 用兩個小時就可以把它的電量完全充滿 可以有10天的stand by time 以及8小時的battery life給大家聽歌 接下來跟大家說回它的操作使用方法 大家首次連線按住它的音量加 以及長按將它開啓 以及進入 pairing mode 大家會首先聽到Welcome 然後再長按聽到Pairing 之後就可以在手機上選擇 Aftershox Aeropax的耳機 之後其實每一次都會開啓 Aeropax之後就自動和上一次連接的手機連線 這個時間在耳機 上面大家會看到有音量加減的操作 而在左邊骨傳道耳機這個部分上面有個按鍵 按一下就是暫停或者播放音樂 按兩下就是飛去下人首歌 然後連續按三下回上一首歌 操作都是很直接的 配戴感方面很特別的感覺 因為大家的耳窩耳道沒有任何的耳機放進去 它的感覺比大家帶一些不是入耳式的耳機 例如Airport等等的耳機更加開放 完全聽完外面所有的聲音 大家沒有播放的時間是跟沒有帶耳機一樣 而大家在播放的時間 如果小聲的話 一樣是完全沒有帶任何東西阻擋著耳朵 但你會聽到好像在後面有一些背景音樂 它是透過你的骨傳道音樂 而不是在耳窩裡面傳道 讓耳朵吸收 這個感覺很特別的大家可以親身體驗一下 而另一個大家可能關注是 戴上耳朵用骨傳道會不會不停地震到不舒服 或者耳朵痕這個情況 我現在的音量大概一半再多些 這個情況我是完全感受不到它有震的 很舒服 直到調到 調到去到紅色區之後兩三格才會感覺到它震 而我現在是坐定定在這裡 相信一直在走的時間 它的效果會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基本上適量的音量 基本上大家就不會感覺到它震 除非你是很敏感的耳朵 而這個時間 被我部分之前的朋友用過 他就說 在頭頸這個位置 如果它可以做到一個伸縮的設計 就會更加好 因為現在它就不是完全貼實 有空位在這裡 它可以移動 但這個設計 其實我自己就 覺得它是預了給大家掛在頸的時候用 這個位置其實剛剛好 可以包住我的頸 但我也需要承認如果下一代 它可以做到伸縮的設計 在這個位置可以再縮 緊扣在你的頸後腦的位置 感覺帶上來就更加穩陣 但現在大家做運動 其實它已經夾緊了 也不會跌的情況 至於音質方面 這隻耳機雖然它更加著重中低音 尤其是低音的加強 但在我聽上去的時間 它仍然中音是非常飽滿 高音是清澈 而低音仍然 尤其在嘈雜的地方 你會感受到 但很明顯它沒有那種澎湃 每一下很重低音的力度 深淺的低音 不是在這種耳機上體驗 這種耳機很明顯 不是向極端音質方面追求 但反而一般去聽 我覺得它的音質層次是豐富 尤其是中高音是很清澈 低音是聽到的 在靜點的位置時間 但一般大家如果在做運動 想在開口聽到外面所有的聲音 所有環境聲 安全的情況下 在有背景音樂的背景音樂 讓大家聽不太悶的話 這耳機是達到這個目的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用這隻耳機 可能是聽女聲或者聽奏 比較簡單的音樂 它會比較聲韌得好 可能大家在做運動的時間 或者想聽到外面的聲音 然後加一些背景音樂 上去清澈的音樂 這個耳機是最適合的 另一個我不斷很關注 擔心它的漏音方面的情況 其實我把耳機放在耳邊 不觸碰骨頭 其實我也是聽到它的聲音 我現在調到Samsung手機上 去到Warning紅色區之下 減一格的位置 剛剛還沒去到Warning那一格 音量是相對大的 在比較吵集的地方 外面也會聽到的感覺 我可以把耳機放在麥克旁 給大家聽聽它的漏音 但這個情況我放遠一點 先去到耳朵 大家看看有沒有聽到我上的漏音 去到大家乘地鐵比較吵 或者去到街比較吵的地方 我調到紅區再加兩三格 打在耳朵上面 我的距離大概是這裡 去到空口那麼遠 可能是你隔離乘車的時間 你隔離人士的距離 可以看看有沒有聽到 我現在是播音歌的 去到這隻耳機在我用了 其實幾個星期時間 最常用到它 或者是最刺激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是搭車的時間 或者是出街 去到人多的時間 你想聽到外面所有的 ambient sound 或者是你可能去到咖啡店 想走過買杯咖啡 買任何東西 我試過幾次 可能是我跌了東西 或者是出入閘的時間 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 有些服務員走過來問我 How can I help 其實我會馬上聽到 戴上這個耳機 但其他耳機 可能拍一拍我肩膀才可以聽到 這是最大的優勝地方 而最大的優勢地方 真的是我做運動 尤其是溜冰的時間 做運動跑步或是踩單車 固然沒有隔著外面的環境聲 安全上照顧到 但如果我去到溜冰 或帶著一些入耳式耳機 有聽診效果的運動 我戴著這個耳機 就完全沒有聽診效果 打羽毛球也好 或者其他打乒乓球也好 要聽到外面的聲音的運動 戴著OpenFit OpenDesign的耳機 可以讓大家聽到外面所有聲音 不會失平衡 或者不會減低大家的反應 這種是很好的 應用場合有很多 如果大家喜歡做運動 戶外活動 需要關注到安全性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大家做的活動 需要平衡感 或者需要聽聽歌 來做反應的話 而同時你想聽到 背景音樂 又可以用 第三就是平常出街 或者坐在家裡 不想吵到其他人 也想聽到外面 Ambient Sound的環境聲 可以應用 或者不想讓別人知道 你在聽歌 或者有對話內容 但是你可以很厲害的聽 這個第四個應用 支援IP67防塵防水 Bluetooth 5.0 AAC Aptics 等等的高清藍牙傳送 codec 和低延時的特性 都令到它看片 看電影聽歌 或者對話 所有都是很實用的耳機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有更多的耳機評測 手機評測非常多這個月 以及其他的影片 下次再見